正妹狂刷9萬買Apple 看罪難付不出 告詐欺 男生喝醉會怎樣 很恐怖不要問 有人被正妹撿去蘋果專賣店 刷卡買了9萬多的3C產品 還好有即時發現 這名正妹是店家會員 跟計程車司機進去狂買 拿了iPad mini一台 iPhone 5s兩台 還有無線喇叭 手機保護殼 總共9萬6千多元 然後很豪邁的丟出卡 說 但這老公只是約會對象 卡還餘額不足 根本不能刷 超慘的 事情怎麼會這樣呢 原來那天晚上 她約正妹吃晚餐 結果自己卻喝醉去吐 正妹就趁這時拿她的卡出來 付了5千多元的晚餐 吃完飯後 再帶她搭計程車去蘋果店寫拼 女生下車買完後 上車叫她去結上 她發現正妹買了9萬多 她餘額不足 不能交易 懷疑被炸財 憤而提告 但正妹說 是她自己答應要買蘋果送她 後來她也付了3萬多 其他東西則是全部退掉 檢察官認為正妹沒有犯意 將她不起訴 動新聞台北報導 請問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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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